台灣的電視在6月底將邁入全面數位化 台東地區的電視會提前在5月28號開始數位化 但有民眾對於這個訊息還沒有很了解 政府今年6月底全部整個族區全部停播 類比式的訊號搞回全部數位化的訊號 那這個部分我們東部就提前在5月28號 就提前搞回全面數位化 那在這個之前很多消費者會問說 有關說到底訊號數位化會帶來什麼影響 有什麼差別 假如說家裡是看有線電視的 那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差別影響 政府這次的訊號數位化是指說無線的 就指說如果說我們家裡是裝那個天線 以前看四台的台式、中式、明式、華式的 你到東部的話5月28號你就會看不到節目了 你如果是舊的電視你就要購買一個數位機上盒 然後還有就換裝一個數位天線 我們就可以接收15台免付費的數位節目 這是政府要把訊號數位化的一個過程 針對電視數位化台東立委劉兆豪擔心有些民眾負擔不起 要求NCC做補助 在5月下旬之後我們傳統的電視即將告一段落 我們要受看到數位電視的人 我們要有數位電視或者是要有機上盒 或者是你要裝系統台 但是我們有許多民眾 但是我們有許多民眾他事實上可能負擔不起數位電視 或者是沒有裝系統台 他必須仰賴機上盒 劉兆豪在針對NCC的質詢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NCC他要針對這一點來做一個補助措施 NCC已經承諾他會 雖然政府只是補助低收入戶能夠購買機上盒 但是他會結合我們社會的一些公寓團體 針對實際上沒有購買能力的朋友 他們做實力的訪查 如果確實他真的是缺乏這樣的購買能力 他會結合社會的公寓團體 然後來做補助的 電視的數位化對於台灣來說是一個大變革 收看電視的品質會變得更好 也避免電視收不到訊號導致畫面模糊的情況發生 東台新聞中會如張軍庭台中市報導